大家好,我是清潜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 长达六七个月花旗的 而且特别耐赛的花卉 就是我们看到的木本的紫微花 它的养护条件呢 就是需要充分的光照 才会分支很多 然后呢,开出来的花特别多 在我们江西这边呢 从每年的五月下旬左右 可以持续开花 开到十一月份左右 这种呢,比较适合我们 阳光充足的花友们来进行养护 冬天和秋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多修剪 它就会萌发很多的新枝 它是每个枝头上面 会开出很多的花 每个枝头基本上都是 一大串的花 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要做的就是 给它修剪枝条 促进新枝萌发 还有一个就是补充 灵甲的有机肥 这样来促使它的枝条 更粗壮 让它孕育出更多的花包和花朵出来 紫薇花它是特别耐晒的 阳光越强烈 开出来的花朵越多 越艳丽 它除了可以栽种 也可以修剪成盆景的造型 用来观赏 花开的周期还是特别长的 养顾起来也是特别简单方便的 户外零下七八度的时候 是可以安全故障的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清浅 如果喜欢我 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